主持人宝贝 食材他不了解 被海关给没收了 我们海关是不能带新鲜的食材 因为他带有点姜花还有香茅 所以那一次 他临时变换了菜 所以一定会这样子呢 他的菜品并没有因为而改变 然后让他的菜品十分反而成 所以我们还要内心等一等 因为他们要整状拜托 我们来 掌声鼓励我们的社会民族 做成地道菜 母鱼贴下饼餐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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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